现在一些高端车车主都越来越注意自己买的车的车身长度与宽度 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长的车都比较上档次 车身宽的比较大挤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没家常版的车热眼 比如宝马江新推出的国产X3 整体与海外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在车身方面没什么变化 按理来说这样的车型相比于其竞争对手奔驰CLC 奥迪Q5 似乎都要略逊色一筹 但是如果你对这款车比较了解的话 相信你会瞬间爱上它 什么家常版奥迪通通都被跑到脑后 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款车 究竟是哪些地方能让它如此出色吧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款车的外观 车头部分采用立体感十足的双格杉 再配合上C型大灯 整个车头显得霸气十足 并且在前保险杠两侧 还有两个大进气口 整个车更添运动反 再来说车尾 车尾采用层面设计 这辆车层次感更明显 更能显现该车的动感 再配合车尾的光带式LED灯 整个车因此显得更加饱满 而且这辆车还配置防碰撞辅助 车道偏离警示等安全功能 可不许十分齐备 这些配置带来的便利 可能只要坐在上面亲自驾驶 才会体验得到吧 最后我们来看看动力系统 这辆车将搭配2.0低放动机 拥有184马里和252马里两种功率 有些车型甚至提供四驱系统 整个车可是动力十足 介绍这么多 相比加长满奔驰奥迪 这款标准的宝马国产X3 是否是你心中所属了呢 相信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了自己想法了吧